有句话说 结发夫妻吵架不计仇 还有一句话说 半路夫妻相爱在心头 今天来我们第三条解释现场的就是这样一对半路夫妻 他们一起牵手走过了22年 最近却因为矛盾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矛盾究竟在哪呢 那您跟年轻人现在的感情怎么样 都是凑合的感觉 就是凑合一天是一天 请无奈的反正是 凑合是苏女士最近的婚姻状态 刚一见到记者 苏女士便十分委屈 您之前有子女吗 有一个子女没有带过来 那您就是说您那个爱人是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 您嫁过来的时候那个儿子多大 13岁多 苏女士告诉我们1993年她与爱人结婚 虽然两人都是再婚 但是至今22年的婚姻 两人早已相濡以沫 然而如今她们的婚姻却出现了问题 你觉得您和您爱人现在之间很有感情吗 要说一点感情没有吧 也不现实 因为必定20多年了 是吧 从苏女士的表述中 我们不难听出 她对这20多年的婚姻的不舍 到底是什么样的纠葛 让这个本宁幸福的家庭面临崩溃呢 丈夫是一什么样幸福的人呀 她是孤独的 懦弱 耳根的软 不做主 是什么原因让苏女士对丈夫做出了懦弱的评价 她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他们家没有认为一个人认可 没有 没有人认可 当时她那个弟子刚刚13岁 然后就是相当于是她和她这个 现在这个爱人一起给她养大的 据苏女士介绍 她与丈夫结婚后 就一直任劳任怨的 照顾着这个重组家庭里的老小 但是丈夫对自己的态度 却让自己相当失望 对 她就怕之后就是自己没有人养老 没有人管着她了 就心里没有安全感了 再加上她觉得她们一家人都不认可她 那么在苏女士的婚姻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和丈夫的感情能否修复 我们邀请到人民调解员葛山根 张燕玲 心理专家赵维刚 律师秦薇 为夫妻二人排忧进来 好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现在坐在我们第一现场的是苏女士 你好 苏女士 专家好 老师好 组织员好 您今年多大岁数 63 63岁了 您和您的爱人是再婚夫妇 对 感情怎么样 原来还可以吧 最近呢 就是因为房子的问题吧 就分歧挺大的吧 分歧很大 因为的房子 一间不同意吧 房子 苏女士刚一上场 就将原本的感情问题转移到了房子上 那么到底是什么房子 又是什么样的问题 让夫妻二人毫不顾忌这二十多年的情分呢 吵架 逼着我给他们签字 完了就说过户给妻子 我丈夫和他们全家都说 这个两套房子都在我丈夫名下 完了就是我买 我来了之后买的也没 也他们家也说没有我的份额 就是小产权房 就是和我丈夫和他前妻盖的房 完了经过2013年 我在那院里也盖了两间小房子和厕所 还有装修那个房子 西房子 完了也说也没有我的份额 我过去买房子 产权房也说没有我的份额 就是我就挺挺困惑的 就是我挺挺不理解 他们家为什么就这么做 前妻还没把它盖 两处房子 一处大产权房子 已经过户到了妻子的名项 还有一处小产权房 是吧 对 小产权房 现在是您跟您的爱人在居住 在居住 可是在签那个大产权房过户的时候 有那么一个协议吧 也写在 也说写在我妻子 说我们百年以后 就是由我妻子一个人继承 你跟爱人结婚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了 嗯 二十多年 九三年结的婚 九八年买的大船全房子 我已经 我明确地跟我的妻子说了 我说你不用着急 我说百年以后就是你的 她和儿媳就是等不了 所以我 我当时就很被动 就是不得不答应他们这个条件 这也没有强迫性的 你自愿的 谁强迫 你把那时候你不签 嗯 还有她 都都跟我干 完了 就是弟弟妹妹也跟我吵 完了 儿子儿子媳妇也跟我吵 而且她就站在帮边 一声不吭 嗯 那个 完了 没有站在我 我的立场 替我说一句话过 嗯 这个是我 这个事 做的这个事 是我最不满意的 而且一个是这个不满意 而且一个是这么老早就杀手 给她过户了 这是我最不满意的 凑不了 人都凑不了 她就拙了 有一个 苏女士认为 此次将房屋过户给妻子 就是她与爱人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必须给我过户 不过户 咱们就一刀两断 必须得给她一套啊 对 自己的儿子负责 对我不负责 就是不同意签这个字 会有什么结果 对 就是两个都没有 没有关系 您不过户的话 跟您提出离婚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家长特别失望 我就几乎崩溃了 就是 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苏女士表示 也正是这次房屋的过户事件 妻子让自己很伤心 比如说她共父亲 生活了二十多年 她照顾我 说实话 七十年几年 第三年来的这个家庭 我十六岁也才在工作 不难听出 妻子韩先生 似乎对于继母的付出 并不是完全的认可 加之如今房产之势 一家人的关系 渐渐疏远 就是必须给我过户 就是跟我吵 就是大展现 小展现 必须给我过户 不过户 咱们就一刀两断 他当时就原话 就是这么说的 那您爱人什么 而我丈夫就在我的帮边 他什么话都没有拦他儿子 我就觉得特别不理解 我觉得我丈夫 对我不负责 对自己的儿子负责 对我不负责 必须得给他一套 这两个必须得给你 您就觉得丈夫 护着他儿子 对 您跟您妻子感情怎么样 没结婚之前 我觉得还挺好的 等于说他在几岁的时候 您就进这家门了 13岁多 13岁的时候 您就进这家门了 我照顾 像有公公 还有这个妻子 结婚一个多月 我丈夫就出差八个月 我又照顾我 半身不随的公公 还要照顾这个 没有成年的儿子 我觉得 对这个家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方面 我都尽心尽力 尽职的去做我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 整个的心血 都倒在这个家里了 而且我没有得到 他们的承认 而且买产权房 人也门着说 有我的份额 我就觉得对这个 我特别不能理解 也不能够接受 买产权房 没有您的份额 这是谁说的话 全家都这么说 连他弟弟妹妹 连我丈夫 连我儿子 连我弟子 全是这样 欠人家的弟弟妹妹 欠人家的妈 什么事 欠人家的妈 在家伙上 都分不清 欠人家的事 98年买的产权房 是谁出的钱 就是我们俩共同买的 承认房就97年买的 然后他们说 没有您的份额 您特别生气 我就接受不了 但您刚才又说 这百年之后 这房子肯定都是 那百年以后 百年以后的事情 就是说 现在他们 要的太早了 我就不能理解这个 虽然妓子的药房行为 让苏女士 内心的委屈 全部爆发 然而谈到 曾经与妓子的关系时 苏女士 却显得异常幸福 那么曾经和睦美满的 家庭关系 难道就是因为房子 而演变到今天的成都吗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 我把整个的心血 能干活 有力气的这个阶段 都付出在这个家里边 而且没有得到 他们家里的认可 也不站在我这一边 我就觉得 这个家让我特别失望 我就几乎崩溃了 就是什么 一度都不想活了 就想自杀 就离开他们 那个我不明白 就是您现在过户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名 户名是您是吗 过户的名 就是房子买 买的时候是我丈夫的名字 那也就是说 那我现在更不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说妻子非要让您这个过户给他们 然后您就算不同意 然后您爱人不跟您闹 是妻子在跟您闹 爱人没跟您闹 就是过户 就是过户这房子 就是我和我丈夫 共同买这房子 就是他们全家一致都跟我闹 让我就必须给他过户 那您有没有跟您那个丈夫协商一下 就是把您这个担心 跟丈夫说一下 比如说 如果咱们把房子给孩子们了 他要不管咱们 或者把他们轰出去怎么办 这个您跟您丈夫商量过了 就是沟通过没有 这个没有沟通 没有沟通就是后来我 户完户之后以后 我跟我丈夫说 没有 没有 您跟他沟通丈夫怎么说的 他说不会的 不会的 就是这样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 然后跟您丈夫离婚 我想过 那您后来为什么没有坚持这个想法 感觉能凑合就凑合 他怎么凑合还能凑合得了 一个是想着就是凑合了 一个是想着就认倒没办 这不倒霉的事 这个签字确实是您签的 那我现在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 如果说您那时候 就是不同意签这个字 会有什么结果 那就是 那就是打 天天打 那您丈夫有没有提出 因为这房子 您不过户的话 跟您提出离婚 那会他没头提出离婚 他就说 就说天天跟我吵着说 那您有没有打算要 什么时候给我过户 什么时候给我儿子过户 就是老天天这样 那您有没有打算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 然后跟您丈夫提出离婚 我想过 那您后来为什么没有坚持这个想法 没有坚持下来 就是也有一定的原因吧 您说说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街坊家的大婶 帮着给调和 完了我 也感觉是 就是说岁数这么大了 就是说再离婚 也感觉不是特别好 就是感觉能凑合就凑合 他就说凑合还能凑合得了 你不还是对人的不错吗 就是这样 不是凑合 而不是说因为跟孩子 毕竟说白了 孩子有可能是小不懂事 然后跟他毕竟还有一段情分 跟丈夫还有那种感情 不是因为这个吗 也有吧 您如果说凑合的话 如果说您签这个字了 然后如果孩子 真的是按您想的 他不管您的话 您连凑合都凑合不了 这点您应该知道 您应该比我想的还清楚 对吧 反正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是想着就凑合了 一个是想着就认倒霉吧 这不是倒霉的事 从苏女士的口中 我们不难听出她的担心 那么苏女士到底在担心什么 她的担心又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您一开始 想法就是把这房子给继子 后来呢 她因为这事 老跟您闹 所以您心里是不是不痛快了 就不痛快 那对爱人那边 您还有自己的牵挂 对吧 所以您把这个 曾经离婚的这个想法 就打消了 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 就是要放手吧 又感觉 有点那个什么似的 不放手吧 又感觉活得特别累 跟她在一起 大姐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哈 大姐 因为我觉得是您 是您的把第一套房子 过户给大儿子之后 他们又要求把小 把第二个那个小产权房 也要过户给大儿 给这个继子 您心里头才没招没落的 是不是 觉得两手空空了 对 我就觉得 虽然大人家没了 小长人家也是写着 就哪个都和您没关系 就是他 对 就是两个都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大姐 您其实心里头呢 是想把这个财产份额 给自个儿留下养老的 对吧 对 那就活得呢 比较简单 省得给别人添麻烦 嗯 那么这一点 那个大哥知不知道呢 我也说了 我跟他说过 可是他 那个想法跟我不一样 他那意思就是 你不管你怎么说 就是得给我儿子留下 肯定了解儿子 就是说您刚才也说了 就是无论是这个大房子的 过户的这个协议 包括过户也是您同意 您签字的 对吧 这个签字确实是您签的 这个没有问题 是吗 嗯 不管是不是您说了 我是被迫强迫的 这些只是咱们说了 咱们现实一点 毕竟这个字您已经签了 这个已经是 继承事实的东西 您不用再去考虑说 这个房子 曾经有没有您的份额 这个里面 那我也要想 那我就是 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想 那个 不管给他过户 还是不过户 就必须让我的弟子 和我的丈夫知道 这里边确实有我的份额 这样我跟你说 他们剥夺了我的权利 这样子有一个结 我觉得我这个 有个结就是 我现在就想问您啊 您家先生和您在这个 二十年的婚姻当中的时候 他一直对您都是这种 排外的状态吗 那以前没有任何 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也没有看出来 而且也没有 老是平平淡淡的 没有发生过什么 我也没有看出 他就是这么不做主的人 那也说这二十年来 他对您就是平淡淡 对您也不好 也不坏 是吗 就是一般般吧 说得过去 宋女士 咱是这样啊 吵架归吵架 咱得说事实 比如说二十年的婚姻 是不容易的 走到一起 如果说他真的对您 是这种平平淡淡 我姑妈您也不会 做这么大牺牲 这个咱们得平心而做 大姐 我问您 那您其实说白了 还是缺乏这种安全感 是吗 其实您就怕 假如说您老伴走了 不在 咱们打个地方啊 比如说老伴不在了 妻子可能就不养您了 到时候您就没有安全感了 是担心这个问题吗 其实在记者 与韩先生的沟通中 他一再向我们表示 继母的想法有些多虑 并一再向我们保证 即使父亲先于继母离世 他也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 给继母养老送终 在与苏女士的沟通中 我们不难发现 真正让苏女士 愤愤不平的 似乎并不完全是 房屋的过户问题 苏女士说 房子过户的结果并不重要 他在意的是 丈夫时时刻刻 都不能站在自己这一边 更甭说安慰自己了 一度我都不想活了 这个天字确实是您天的 想住家就离开他们 您不过户的话 跟您提出离婚 这里边确实有我的份额 这样我跟他们 他们剥夺了我的权利 你心里想要断 你们得说我有多少份额 没您胜额了 那我活什么劲 他就拙了 就认倒没办 有矛盾找第三条解释 我就特别担心 就是我没有养老的本钱了之后 完了就是哪一边儿子 都感觉我是个废物 是个累赘 好 我们听明白了 您今天来我们第三条解释的诉求是什么 你给我房子 或者你给我钱 给多少钱 或者给您房子 第二或者给您钱 这钱给多少 给多少 就是产权 那个大产权房子 要是按国家 按市场价 应该在两万六七亿平米 五十四平米 应该一百二十多万 叫一百三十万 完了现在过户了 他走的说是那个 我也具体我都没看着 据我丈夫说 就是他走的那个买卖 说是正确 可是走的是买卖 完了是 说说是算九十万 九十万 是吧 这个数 我是按一百 一百二十万 还是按九十万 给我分割这个 给我补偿 多少钱 给您补偿多少钱 一半的 一半 我就听你们专家的 到底确定 这大产权房里有我多少份额 是有我一半的份额 还是有我多少份额 我要根据那个来说给我多少钱 您心里想要多少钱 你们 您得说我有多少份额 我们说您这儿已经过户了 没您份额了 您还可以要 您说吧 对 您还可以说认为 您这个里面 重新应该有您多少份额 就是有 那 那我都说了就是 多少 多少钱 九十万的一半 是吗 你们那大产权房里 有我多少份额 就是有我一半的份额 那就是百分之五十 那个房子的钱给我呀 刚才主持人跟您说的话 很清楚 现在没有您的份额 因为现在 已经是过户到 那我没有份额 就是我 我没有份额 我没有份额 我跟他们说了 我没有份额 大产权没有份额 小产权没有份额 那我活什么劲 我跟他活 来 大姐 我跟他活 听到律师告诉自己 房子没有自己的份额 苏女士的情绪开始激动 并表示 坚持自己的份额 要求得到房子的一半 也就是四十五万元的补偿 而此时 我们将第二现场的韩先生 请到调解现场 事态又会怎样发展呢 五万一 他跟我要四十五万 比如说三十万 你想这孩子现在四千 四千块钱 给他一千块钱 给他一千块钱上养费 你想还用三千 还这说话 五一 第二他又生 第二他又生 四十块钱 到我们家给他敲孩子 三千块钱 你说得是怎么过 所以我打五百块钱 那剩下那五百 得给他爸爸打了 他火气特别大 他已经是说明安全感 中霸那小产权事务单位的成熟房 已经破儿子户了 团里这小产权事务 前夫 他们俩八八年盖的大房 我俩这两千五年上了房 上了楼 两千六五年 我这直接给儿子写上 什么事没有了 没有签证团里的事 是不是 就签证团里的事 二千零五年 我儿子刚结婚 我怕这女生这跳板 不吗 明白 听明白了吗 你听明白了 两千年五年 我没写儿子 我要写儿子 不知什么事没有了 丈夫韩先生 刚一来到调解现场 就向我们表述了他的无奈 他说 当初将房屋过户给自己的儿子 妻子是同意的 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妻子总是向自己发火 先交房租啊 先那几年 六年交房租 之后一块都买了 说这房啊 叫老伴啊 住就死 给大产权 中华那个 大产权给儿子过户了 他也同意了 他也同意过户 您觉得您过了22年的爱人怎么样 还行 就是还可以 还可以 可是他钱拔了特解 2013年以前 我是工资满交 我只得看我修车钱 是不是 出国前 他走了以后 我就没计较 说你这手里有多钱 我就没计较 我这一年五千 十年还五万 二十年 二十二年你说多钱 还不跟着没计较 你他说这个 你说你挣这两钱 你买这个买那个的呢 你老算一年挣 老算一年说 攒多少钱 你怎么说一年花多少钱呀 推小型不说理 两千那一四年得给他 再说我不行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其实还是不错的 实际我儿子 他那俩沟通相当好 就这次 这与拆迁闹的 就是因为拆迁 才导致了夫妻间 矛盾的产生吗 韩先生告诉我们 其实自己与爱人的关系 并不像妻子所说的那么好 您跟您这个爱人感情怎么样 二十二年一般话呗 那么在丈夫韩先生的心中 他对妻子多年来的付出 难道真的不认可吗 他说我没有安全感 明白吗 他这么多年就是说 他觉得您没有笑着过他 您认可吗 他这么多年的付出 这个我不认可 我跟他买什么都跟他买 我说您有房子吗 您俩两人口 有您俩名下的房子吗 小产权啊 我原来盖的八间大房子 我拆下了不住 2005年上楼吗 那你们两口的生活 住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可是没问题 可是他真的 这钱一个月要 我2500块钱 他我这生活 只有2500块生活 他不管还要买菜 我还要多钱 刚才我们律师说 缺少安全感的问题 对这房子财产 一过户 我名都写出去了 是吧 名都变了以后呢 有点担心 东霸那个 过了过了就过了 这已经找人 找两个 找两个人 跟他不错了 跟这也不错 跟我这边 你们都给签了字了 说叫人拿出1000块钱来 跟您老伴啊 我们刚才说了 他现在担心是安全感 今后的生活问题 现在两手空空 现在等于 两千八九了 还空空什么呀 现在他本身就1800 他工资1800 他有 他有一宝 就刚交易 交两个月 还得人家 我们街坊家给说着的 要不家人 我一分钱都不给 咱们先说这个 给他安全感的问题 防咱们先别说 先说人家 对今后的生活 跟他是不是继续过下去 是不是继续像以前一样 那么恩爱 去关心他 是他打消一种过滤 我觉得今天在这场合 您有个表态 儿子没来 但是儿子 刚才律师也讲了 你继续你 他还是13岁 就已形成抚养关系了 他仍然有 赡养他法律义务 对不对啊 你觉得关键在您 是吧 没有问题 您得给他一个安心的 还想问您一下 您觉得您妻子 他担心的这个 您觉得有没有到 他怕我死了以后 怕儿子不管 他不是也替您担心吗 他担心我什么呀 显然在韩先生的表达中 我们听到了 父亲对儿子的心疼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他对妻子的不满和抱怨 韩先生 韩先生是这样 我跟说 咱现在 三千五千 你要四十万 韩先生 现在三千 你应该马面 能给他三十万 韩先生 您听我说 其实我想问您 就是您觉得 您妻子 他到底担心这个 您觉得有没有到 还是胡搅蛮缠的 他是说有这个 等一切是我这个道理 有一定道理 但是直播就是说 你们夫妻俩之间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沟通不畅 也就是说 是这道理吧 对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我很难受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 我很难受 我能说这么说 那我想问您一下 您觉得这二十年来 您跟您妻子的婚姻 他有没有让您刻骨铭心的 做的不好的事情 让您恨之入骨的 有没有 反正他有说 背我他不 不贴背的 那也就是说 他没有什么做的 让您除了这个 他把家把的比较严以外 没有什么做的 让您其他事 让您做的不错 是吧 那就行了 在与调解嘉宾沟通之后 韩先生依旧认为 爱人提出的 让妻子拿出 四十五万元补偿款的想法 让自己无法接受 他说 他说这个小产权的房 我的户主 我死了 有他一半 跟儿子要三十万四十万 现在四三千五千 一共四千五千 给他一千 你说我儿子 现在五口人 三千五千怎么过 一边是没有安全感的妻子 一边是固执己见的丈夫 孙女士与韩先生之间的矛盾 也许不在于房子 不在于孩子 只在于缺乏两人之间的沟通 你做钱后还能说 怎么回事啊 他哪儿没法过 你就在外边混不下去了 你才回来 该多钱一多钱 跟着找你找找找就完了 你是自愿的还是被逼破 就是被逼破的 不是我自愿 我本身的零 钱钱要拿钱 钱要拿钱没有 要房子也没有我 您看看怎么让他有安全感 我就觉得这样的男人 我要不要无所谓 一会儿人就把这个疑虑 我打架了 有气也不如 有命爱人 有命都不如 但是这 各个专家 您千万别客气 来 您做 我们可不敢 受力 至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意见的一个统一 我觉得 双方都能受益 苏女士也做到了 我们第三条解释 做到了韩先生的旁边 刚才韩先生还说 您有一个起诉她的情况 我就觉得 当时他们全家都跟我吵 跟我闹的 她也跟我吵 就说必须国库 必须国库 我说我就气病了 气病了 我就出去看病 完了他们那个 就是说也不接 也没我 就是憋着 都是叫得近 完了我就是 觉得他也不向着我 我在这家待的 也挺难受的 完了我就想 不然就是离婚吧 春节以前 你就不能说老方预约 那人家这儿还打电话 人家还得从这儿 开车到你那儿去 还得打一电话 打一电话 听我说完了 你说你也没提前 你在家里出去的时候 没给我打电话 那我出去干事去了 我办我自己的事去了 那我说你提前 给我打一电话 这能叫说预约吗 是 孙女士 您给爱人一些空间 让他给我们说说 那说吧 这起诉前后 让他说 起诉我离婚呢 他跟儿子没法过 你就在外边 混不下去了 你才回来 他们家那都是这么想 他趁火 趁什么 麻烦把这房子收货 你怎么说 等于打嘴架 不是打嘴架 你们家不就是这样吗 你要说起诉我 干事我 你都彻底立得好 立完了 你找你的 该多少钱给多少钱 干事找你到哪 找你完了 那是啊 大姐 那你之后车速了呢 我本身就离了 夫妻二人 刚坐到第一现场 便开始争吵 各说各话 各表各礼 到底夫妻二人 能否和好如初呢 请您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释之 底妻子是外人 大姐为什么车速了呢 没关系 人家当时那个 没关系 大婶也给我们调解 说她就是一只手干活 挺累的 完了 我那个也觉得是 那个人家 那个大婶也跟我说 说都这么大岁数了 完了就能凑合就凑合吧 就是这么着 知道吧 我也当时我也有点 心情她嘛 完了就说 她确实也挺累的 干点活 完了就想也这么多年了 不能说一点好没有吧 就想能凑合就凑合吧 都这么大岁数了 就想这样 是吧 他们家一朝我回来了 就必须过户 必须过户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才把这手 把这财产才弄到手 你是自愿的 还是被逼迫 就是被逼迫的 不是我自愿 不是自愿 我要是自愿的话 我能再找这么多人 专家来来说事吗 我为什么我争生不得 前天长台 都到你们这手里边 我二十多年 都都给财产 分头了这么多年 都到你们手里 我什么都没得到 我不伤心嘛 你们谁坐着说我一句 说好 完了 是你坐着说 这个房子有你份额 是吧 对了 以后你给儿子 说你儿子让儿子怎么养你 你们谁说过一句话 是儿子说了 是你说了 你们谁说过 这产权房子有我的份额 来 韩先生您来表示一下 是不是 我能有干涉干吗 孙女士没安全感 来 您看看怎么让他有安全感 我活一天 好像也不会 别跟我老说这活着不活着的事 我就要点实际的东西 那您觉得怎么样才有安全感 我就觉得有 给我拿出一部分补偿金 我拿这东西存起来 就以后拿这来养老 他不是每个月 这是我那奖法 孙女士他们每个月给一千块钱 一千块 一千块钱 就给我打五百块钱 这个协议上写两个名就分着打 给他打五百 给我实际上打五百 我要的是一千 给我打的是五百块钱 那上写的两个人名就把我绕进去了 给我绕进去了 人家当初的那个剑 而且给我分着打 而且给我分着打 好几个月也没给我 现在不给你了吗 现在给我也是 不说了 不说了 经过 经过 接风调底 还给我两个月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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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要拿钱 要拿钱没有 要拿钱没有 要房子也没有活 要没有 别着急 提到自己的中共付出 看着如今与自己对立的丈夫 苏女士的情绪激动力长 为了使苏女士平静下来 我们只好将夫妻二人暂时分开 现场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之中 调解嘉宾也来到第三现场 为接下来的调解方向进行商讨 他们同意呢 在签订协议的这一天 也就2014年的7月23号 将这个房屋呢 赠予继子 并且同意办理购户手续 第一个内容是这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呢 说的是 就是我这个手里的这个居住使用权证 说的是那个小产权房 这套房子呢 是属于韩志 也就是这个老先生所有的 他呢 同意在百年后呢 将房屋呢 由妻子呢 进行继承 妻子接受继承 这还得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赠予人和受赠人 现在跟他们之间 可能有一些差距 受赠人就认为 这个房子就是老头了 跟这个母亲没有关系 让他也说 这里有我的东西 说这个双方之间 这个东西把这个挑明了 对 就有一个感恩 至少有一个感恩 在调解嘉宾集中讨论之后 大家一致认为 首先安抚苏女士激动的情绪 丈夫韩先生要看到 并认可妻子的付出 这才能让这段婚姻维持下去 确定了这个调解方向之后 嘉宾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弟弟妹妹 他们跟我闹的时候 他一句都没有说站在我这边 都没有站在我这边 说拦他儿子或儿媳 或者弟弟妹 说我长得拦他吗 没有 我就觉得这样的男人 我要不要无所谓 您真实想法实想 让他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小心点 现在一说这情况 你说叫人拿钱想拿去 拿不出来 那拿不出来的话 老太太能否接受其他的方法 这次我儿子不带孙子来了吗 你把料 说妈 我肯定我得养你 也老了 那我跟您说了 这个是一个法律文件 这是生效的法律文件 那这个房子现在就是过给人家了 对吧 那您现在想往回药 您说咱怎么要 还是说 其实您不是说想往回药 就是想让人家敬您的好 其实有时候人家敬您的好 不是说非要口头表示出来 说我真谢谢您 我谢谢您赠予了给我 还是通过他的行动 还是通过大家咱一起相处的 其实他要的就怎么样 除了一个钱 还有咱们能不能比方给他一些 他意思说我都说我不管 对啊 他不是就老撑着这个吧 一会儿您就把这个疑虑 我打笑了 是这样大姐 其实刚才我看了 大哥不是不知您的情 大哥是不会表示 您看您刚才说的 手脚发凉 挺激动的时候 大哥特着急 站着您这后头特别着急 他就是不会表示 我觉得我怎么说 我就没有信心了 我就觉得他这耳朵跟他脆软 就是你得对他 因为对我儿子这个 你得感谢 跟您22年 22年 不管人家吃五星 这说来 好友好来 人家跟着二年 你得感谢 你可以把儿子一样带大了 他们全家都跟我吵 跟我闹的 您看看怎么让他有安全感 没有这么做的 就只是一个合格的杠辅 我就觉得这样的男人 我要不要无所谓 该多钱给你多钱 跟着抓你刀了 抓你完了 我二十多年这东西财产都到你们手里了 我什么都没得到 我告诉你 您是干了很多很多 为家里做出来很多的贡献 但是您又做到一种什么叫 认劳不认怨 七十二败 你都败得很好 就最后一哆嗦 你没哆嗦好了 弄得大家都 都是 你没看 大家都针对您 为什么 您太强了 不是我强了 您先听我说 听完您自己琢磨 房子 刚才我们有时间跟您说了 这一点 法律一点 我们不跟您谈了 我讲的是一个亲情 亲情的概念是什么 既然已经这样了 咱们想办法把这个关系维护好 您所担心的事 自然而然就会解决 你就觉得吧 我就到这来 就是为一个讨一个明白 讨一个功道 讨一个明白 通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 夫妻二人的态度 都有了明显的转变 那么妻子到底能否体谅丈夫 丈夫又到底能否认可妻子 他们之间到底能否解开心结 重新拾回感情呢 刚才经过了分开调解 各位专家也分别做了工作 韩先生说一上来有所表示 来 韩先生你说说吧 这什么 明显孩子他要说的话 我讲的 把他什么 没你什么事 你这二十多年得辛苦了 是不是 挺辛苦的 跟家里做不上贡献 就是孩子如果来再说这说那 你肯定会替着爱人说话的 对对对 这是第一条 对第一条 还有什么 不是他不会经常叫他 经常看到他母亲 带孩子 是不是 经常来家看看 对 礼拜六 在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来家看看 对 看看他妈 是不是 苏女士 您得担忧 刚才我们各位老师 也已经听您分析了 是不是 担忧什么呀 也不如有我的所在的 你怕什么呀 嗯 有您呢就有保障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苏女士 您刚才担忧说这个 万一啊 老伴走在前面 就剩下您自己了 呃 但是我们看到协议上啊 也有人民调节委员会的盖章 那上面很明确的写着 这一处呃 现在应该说小产权房啊 对 小产权房啊 是你们两位一直居住着 对 住住住吧 啊 一直到百年以后 这房子才有可能是他的啊 对 这点 您大可以放心 再一次回到调解现场 丈夫韩先生的态度 有了明显的转变 她开始安慰自己的妻子 并认可了妻子多年的付出 而此时苏女士又是否会选择原谅丈夫呢 七十二代你都摆得很好 就最后一朵 你感觉你给法律 这二十多年得辛苦了 保证你以后不再伤害我 对 以后不再伤害你 脉动回来 那今天 今天来我们第三条解释 您的愿望达成了吗 怎么说呢 就是 我听了你们那个 那个律师啊 专家的 给我作解也是吧 完了 我也明白了 就说 怎么说呢 就说 我已经把这事办成这样了 我 就是我在想 那个 就是反 就是 就是在想把这东西翻过来 或者怎么去处理 就是 那个不好做了 那个 完了 通过你们说 我也明白了 你呀 因为我呢 他俩在 在找外 我就 没什么事 是不是 咱俩过咱们俩了 不就完了吗 他在身身了 真好 其实我觉得 咱们苏女士呢 今天呢 她 虽然表面显得 就是我必须要有一些 钱啊 补偿啊 然后我心里才踏实 但是另一面呢 其实我能感觉到 我感觉到什么呀 是我刚才在跟我们 这个韩先生沟通的时候 我问她 我说你们夫妻之间 亲密的动作 想说抱一抱 有没有 没有 那我觉得 她这个不安全感 另一面就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 其实丈夫没有给她一个坚定的信心 自然就没有安全感 就像我刚才谈到的 所谓安全来源于自信 我说 我就是这么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她不管是谁跟我吵 就是 她没有说为我 说一句话的时候 就说 说平辈的 说什么 好 明白了 苏女士这样 儿子 她小辈的跟我吵 而且她也一句话都没有 好 韩先生您来道个歉 所以 我觉得她特别特别生气 道歉 没有不会了 是不是 因为我呢 绝对不会 就是你做一个丈夫来说 就没有这么做的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失职了 来韩先生 失职了 失职了 道歉 我做的好像有些欠缺 是不是 欠缺一点 大哥 以后要是再有人欺负大姐的话 您怎么办呢 还不管呀 能不管吗 那您跟大姐说 您是不是以后再有人欺负大姐 您一定要站在大姐这边呢 对 站你这边 不能让大姐再受欺负了 对吧 我写一个东西 我写一个保证 对 写一个保证书 写一个保证书 保证你以后不再伤害我 对 以后不再伤害你 是不是 待会下来写保证书 丈夫的道歉 让苏女士的内心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此时房子拆迁等等问题都不在 刚才我们赵老师提建议哈 就这老夫老妻可能不太好意思 在我们这个台上拥抱一下 我这辈子都没有过 但问题是韩先生从来没有抱过苏女士 来 所以咱们今天给苏女士一个 一个机会咱体验体验 你感受一下 大哥你主动一点啊 大哥 我以后什么了 来吧 来吧 你感受一下 大姐给大哥一个面子 你也试试 试试 试试 你感受一下 我卖我弟弟 你已经该有实际行动了 是有实际行动了 这是不是假假的动静 我不要 一会儿下去给您写保证书 说了 刚才大哥说了 下去给您写保证书 大哥主动一点 给大哥有机会 谢谢大姐 请楼 大姐我们瞧着 我们瞧着 那他人敢这样 走 走 我不会了 你说我 大姐都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了 走了 六十多岁的人了 不大好意思 那头一回 到第三小姐去 大老婆 饿了 你看他脸 大哥以后长抱 幸福的感觉 真是出来了 从面部表情 能感觉出来 大哥以后长抱抱大姐 大哥继续拉着大姐的手 好了 咱们走下台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专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结婚现在是22年了 22年了 我们期待着你们 今婚的时候 好不好 好 本期表解成功 感谢各位专家 有一天 父母会先与我们而去 子女也终会有自己的生活 能够互相扶持和陪伴的 只有相濡以沫的夫妻二人 历经风雨 同甘共苦 却依旧可以不离不弃 是我们对苏女士与韩先生的祝福 也期待着夫妻二人 可以携手走过下一个20年